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什么样的味道 阳西周边的居民虽然觉得河水有点不对劲 但对生活影响不大 也没当回事 2022年5月21日的一场雨后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的环保监察人员 例行巡查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异常 这个味道让环保监察人员一下子警觉起来 因为这条阳溪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 上游毗邻近江的饮用水原地龙湖 环保监察人员解释 虽然和阳溪毗邻的龙湖水库建有结污工程 如果阳溪的水被污染严重 还是会影响到市民的饮用水安全 环保人员凭多年的工作经验 判断阳溪可能被工业电镀废水污染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我们看到福建省晋江市的环保人员 在例行河流巡查中 怀疑一条名叫阳溪的河流被工业废水污染了 而这条河流批邻市民的饮用水原地 这引起了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那么是谁污染了河流呢 阳溪的水出现了异味 初步判断是工业污水污染 面对环保监察人员 附近居民猜测跟河边的工厂有关 福建近江协浮产业发达 龙湖镇阳溪周边 遍布大大小小的拉链工厂 为协浮企业提供配件 但是生产拉链只需要金属铸造 根本不会产生工业污水 那么流入阳溪的工业污水从何而来呢 环保监察人员通过现场勘查 在流入阳溪的一个生活污水的排水口 发现异常 颜色就比较粉肘 就比较成灰黑色 就是错味 但是夹着发分子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碱性的 碱性水的味道 这条生活污水的排水口 一墙之隔恰好就是一家拉链厂 环保监察人员进到拉链厂 对工厂生活污水排污口的废水 进行检测化验 果然不出所料 那检测结果就显示它重金属严重超标 这还是什么 含芯 超过30倍 那就是达到这个两高四瓦解释的这个10倍以上 达到路径标准我们就马上移送公安 那么重金属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心进入这个水体 会对这些生物 比如说这些植物或者鱼类 造成营现 营现它们的健康 甚至造成死亡 重金属心也会对人的呼吸系统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造成损伤 可以说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当地派出所 对该拉链厂进行了调查取证 它的汇水没有建设污染环制设施 那为了逃避我们的监管 它就流入 把水排入化分池 那它的工厂有100多号工人 就通过这些化分池水稀释外排 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监管 在生产现场 环保人员也取得了重要物证 在现场主要是发现了有一些汽油剂 然后我们用PH式子去检测 它的酸碱度偏浅碱 拉链厂的工人向公安和环保人员 道出污染真相 原来在三个月以前 他们就开始从事拉链酸洗 并非法排污 警方联系了拉链厂的负责人施某 2022年5月30日 55岁的施某到公安机关投案 一个月后 施某被进江市人民检察院批捕 原本施某从事的拉链生产行业 只是金属铸造 不会产生工业污水 施某的辩护人解释了 它从事酸洗的原因 因为有存在一道工序需要进行清洗 那清洗的话 可能需要相关的一些清洗液 进行清洗 那清洗液当中 可能会存在一些比较 含重新属成分 电镀拉链头 它有通过电镀 就有镀一些新铜上去 次品的话 它要缓厂缓修 缓修的话 它要清洗 用那些去膜剂去清洗 把那些表面的那些电镀清洗下来 清洗下来 这些电镀汇水 它没有经过污水处理设施 就直接外排了 这家拉链厂是施某的家族产业 施家几兄弟从事拉链生产已经十几年 在拉链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不合格产品 需要洗掉拉链头上的金属 重新加工 因为这个酸洗过程会产生水污染 之前施某都是把这个业务外包给有资质的工厂去加工 2022年3月以来 考虑到外包成本太高 施某私下购买酸洗液 进行拉链酸洗 肯定降低成本应该是一方面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是说 环保医师不高 按照国家的环保规定 企业生产要办理环平手续 建设排污设施 取得排污许可证 如果从事酸洗业务 也要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重新申请环平 首先就是它要配套这些污染环制设施 就是比如说它要产生污水 它要配套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经过处理以后才能达标排放 就是一个小加工点 它没有正规的这些排污的设施 之前加工拉链产生的废品 都转手让其他工厂加工 费用高 而且转运起来麻烦 施某抱着侥幸心理开始进行酸洗 然后将废水混入化粪池 直接排入阳溪 以为能瞒天过海 利润空间很小 主要还是说意识方面 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铤而走险 一错再错 二一年有来查过一次了 公开道歉被告人能否真心悔过 这个违法性它是有足够的认识的 重拳出击震慑污染犯罪 有效的通筹发挥好这个死吧 这个物行的这个智能 拉链场的秘密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检查机关发现 一直声称不懂法 为了一点小力挺而走险的施某 根本不是初犯 对二一年有来查过一次了 二零二一年八月 有群众向近江生态环境局 龙湖环保中队举报 施某家的工厂有大量硫酸排污 造成水污染 环保部门调查署事后 二零二一年九月 做出行政处罚 要求施某停止超标生产 拆除超环平的生产工序 但没想到施某没有悬崖勒马 半年之后故继重演 因此他对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行为 构成一个违反 这个违法性 他是有足够的认识的 二零二二年九月 近江市人民检察院 以施某涉嫌污染环境罪 到近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但是施某污染环境 涉及到民事赔偿问题 那么谁来担任 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呢 对于这个行为人的这个行为 然后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 那检察机关呢 会就是向社会 发出公告 看有没有有资质的这些社会机构 就是愿不愿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那这个案件就是当时有发出了公告 但是没有相关的社会组织愿意提起 所以呢 我们检察机关就向近江市人民法院 一并提起这个行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这个时候 近江市人民检察院肩负检察职能 由检察院代表公众 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那么需要施某承担哪些赔偿项目呢 被污染的生态环境需要修复会产生费用 那么对可能面临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施某能否接受呢 因为当事人相关的一个环境 保护的意识不高 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 希望能够争取环境 给他一个重新改过的一个机会 2022年12月 近江市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 受理了此案 早在2015年 近江针对环保案件 较早在国内设立了生态环境审判庭 就是在生态审判这个环节 我们把这个司法保护 跟这个护航经济发展 两个完全给它融合起来 最近这个专业审判 实行三审合一 包括刑事民事行政都一起来 那这样可以有效的统筹 发挥好这个司法 这个护航的这个职能 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审判庭 一个法庭就能把环境案件 涉及到的各种责任 划分清楚进行追责 在本案中对刑事责任 检察院和法院态度明确 它是排放含重金属新的这个废水 那么严重超过国家 允许排放的标准 严重污染环境的是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机遇并处罚金 庭审过程中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意见书 对涉及到污染环境罪的罪名 施某是什么态度呢 这个对方 你对起诉说 我指控的犯罪是 这个一定要 我们的意见 那是吗 施某承认 拉链厂的法定代表人是他弟弟 但是生产 实际上是他在负责 庭审中施某态度诚恳 表示愿意主动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你愿意调查这些 证损害 施某的家属当庭缴纳了 一万四千八百元的生态损害 一方面我觉得他主观上并没有说恶意的去污染环境 那其次呢就是他在事发之后 有主动到公安机关这边积极的配合调查 资源认罪认罚 那我们只是说建议从这个争取款刑的角度 替他进行一个辩护 施某的家属当庭缴纳了 一万四千八百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 和三千元评估费用 辩护人一再强调 施某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 可以争取缓刑 但是法院有不同意见 如果他持续的进行排放 那么就必然对阳溪这条溪流的生态 造成一个长时间的影响 那除了群众的生活用水以外 那西里面的生态环境 那包括当地是作为饮用水源的一个保护地 那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伤害 那这个相应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去修复的话 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法院认为 施某非法排重金属污水三个多月 被环保监察人员例行巡查 及时发泄才没有酿成大祸 否则不但殃及阳溪周边居民生活 对市民的饮用水也可能造成威胁 因为晋江作为一个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我们对于生态环境也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认为说这个案件和实行 以一点代面的话 这个案件可以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对晋江本地的相关的 这个不合法的这个私营小企业 可以产生较大的一个震慎 晋江市人民法院庭审中发现 施某在之前因为非法排污 已经被行政处罚过 但是他一错再错 直到触犯了刑律 生态环境庭的法官们经过讨论认为 对施某这类屡教不改的被告人 刑事惩治远远不够 原来在2015年 晋江市人民法院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前后 除了判决外 在处理环保案件时 也有许多司法创举 这其中就包括被誉为 打击环境污染破冰之举的行业禁止 对于这种 之前有过这种 这个环境污染 这个前科的这些 我们很多都是用这种从业禁止 就在一定时间的禁止 它在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对整个社会来是一个警示 也同时也可以在 切齿的防止它再次 这个犯这个同样的这个错误 在庭审中 法院环境生态庭提出 除了对施某判处有期徒刑 判决进行民事赔偿外 还需要附加从业禁止的处罚 那从业禁止是我们认为说 它在这一个领域 它可能以前就从事这个领域比较久 那么它缺乏相应的 这个法律支持 也就是说 施某三年内都不能再从事拉链生产 除了行业禁止 法院认为环境污染的被告人 还需要必要的舆论监督 而是我们认为说 他登报道歉是希望以这种形式 第一个是警醒他个人 另外一个是希望说 在报纸上有这种形式的话 那么可以警醒相关类型企业主 就会形成一个在这个媒体上的一个 一个氛围 法院要求施某在福建法治报上公开发表道歉信 为了表达认罪态度 施某同意了 2022年12月14日 福建法治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施某的公开道歉信 当中写明 本人由于法治观念淡泊 在生产经营中疏于管理 造成周边环境污染 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对此表示遗憾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 是社会所不允许的 我将引以为戒 彻底改正错误 他那篇道歉信是你帮他写的吗 还是谁写的 这个不是我写的 他自己写的 可能是他自己写 或者说请教别人 这个对于说当事人来说 这边可能 我觉得这一点会对他影响会比较大 就可能心里也接受不了 认罪认罚 公开道歉 能否获得轻判 可能导致他的收入就直接断掉 以小见大 开着行业大整顿 联合持法的这个一个棍 才能达到最佳的这个效果 既要经济发展 也要绿水青山 那目前就变成只有一件 拉链场的秘密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施某按照法院的要求 公开发表了道歉信 表示了认罪毁罪的诚意 也主动缴纳了环境损害赔偿金 那么他能够在刑事上 获得从轻判决吗 2023年3月 近江市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 施某犯污染环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并处罚金1万元 禁止被告人3年内 从事拉链加工相关职业 对这个判决结果 虽然施某有点诧异 还是表示接受 除了相关的行业 法院判决禁止行业之外 行业它是可以从事的 只是说它的主业 是在这一个行业内 但法院判决 它没办法进行 从业的话 就导致说 它相关的收入可能会断掉 本案件判决之后 法院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打住 由施某这个案件 我们是有点极面 我们是建议 建议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 对曾经在环境违法方面的 这些主体 将这些主体纳入一个信用监管体系 那么进行重点监管 那么深大环境局 在全市范围去进行一个 拉链清洗行业的一个诊治的 因为施某被羁押了四个月 法院判决后 在看守所服刑三个月 施某早已经出狱 他出狱是我去帮他接出来的 那我当时看到他整个人 就是射了一大圈 出狱后 施某跟着儿子一样天年 之前被污染的阳西现状如何呢 环保部门利用施某缴纳的 环境损害赔偿金 净化了原排屋口的土壤 重新修了一处排水管道 阳西的水质明显改善 这起案件判决之后 法院联合环保政府 召集500家排屋企业 进行法制讲座 我们觉得这是要一个综合的 联合执法的一个过程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生态审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注重跟相关的单位配合 把生态审判往前延伸 往后延伸 通过生态法官定期深入企业 去宣讲 然后去跟踪跟进 晋江经济发展起源于乡村工业化 曾经催生了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晋江市将司法保护纳入大环保工作布局 严厉打击生态违法犯罪 所以晋江地区从去年到今年 它的污染环境罪的这个案件下降了 曾经最多如果是在1516 那时候是比较严重 那一年可能就是几十件 那到今年的话到2024年 那目前就变成只有一件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 欢迎您侯教授 侯教授这起案件呢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当事人被判处的有期徒刑 而且呢它也不能再从事这个 拉链的制造行业三年 等于是组合权打击 您怎么看晋江法院的这种处理呢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 这起案件看起来很小 但实际上没有把环境的损害计算在内 这起案件实际上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讲 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起反罪 污染环境行为非常特殊 污染环境行为一旦发生以后 它有几个特点 就导致我们现在的刑法已经加强预防为主的一个理念 那么并不以严苛的特定严重的犯罪后果 为这个基本构成要件 那么首先这个污染行为发生以后 它损害面非常大 它不仅侵害了人身财产 实际上对环境本身的损害造成的是巨大的 第二个就是修复比较贵 对一个污染行为本身企业所谋利可能非常有限 但它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 如果进行修复 我们会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第三点就是诉讼也比较难 加害人难以寻找 伤害的这个群体不特定入数 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 所有的这个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潜伏其长 就比较经典的像在上世纪80年代 印度伯帕尔事件发生以后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 依然在当地很多这个儿童都包括有各种畸形 所以这种损害的后果也是一个社会就是不能承受的 所以近江法院特别用这个赔礼道歉的形式在媒体上进行公示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做法 恰恰是通过这种形式向公众也在传达一种理念 污染环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行为 它所造成的对公共安全的侵害 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残产利益的损害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和放火有类似之处 那么确实是一个组合权的处理 真要处罚这么重吗 首先第一点就是事后重罚肯定不是目的 核心目标是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这是最终的目标 包括他这个禁止从事特定行业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已经是一犯再犯 那么从解决问题这个有效性角度来讲 实际上它是有前因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比较恰当 文案中施某也抱怨自己铤而走险 是为了减少成本多挣点钱 那么发展经济能否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法官向记者介绍离案发的拉链厂不远 有家大型纺织企业是当地重点排污企业 工厂负责人带记者参观了这处 占地300多平方米的排污处理工厂 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建设的比较早 估计的话是七八百万 那投入以来呢 公司重视这个环保要求 那从各个车间收集沸水 到我们那个调节池 调节池过上来就是一级的七噪池 再进行一级燃氧池跟二级燃氧池 这个过程达到环保要求再进行那个回收 还可以循环利用 循环利用 沉淀物的话经过那个化学处理回收 被提取出来的化学物质经过分离 也重新投入使用 真正做到了循环利用 工厂排污口的数据 会实时传送到环保部门的网页上 由此可见 依法依规生产 污染犯罪都可以避免 从施某的个案可以窥见 尽将环境保护的司法力度 作为尽将经验的发源地 我们将继续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块 加强探索 坚持打击跟修复 并重 推动把我们的生态环保 跟我们的品质城市建设 跟我们的司法事件紧密结合起来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达成一个共识 心里有这样的基础的理念 就是如果我们发展经济 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那么发展的意义就没有了 我们一直说环境保护法要长出牙齿 我们要解决问题 如果一个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倒看来 这些处罚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东西是必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对于环保的理念而言 关于地方经济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环境保护里面 地方政府往往有地方保护主义 但我就尽量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口 对吧 然后他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恰恰表明当地政府 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 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认识 尤其在18大以后 我觉得深刻的就是能理解 生态文明建设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也就是对环保和经济 不能对立起来 要保持整个行业 整个地区 在全国或者全球范围的一个营养力 那么他如果法规不严 这种惯例会导致 它的落后的工业技术 都无法淘汰 那么实际上长久看来 肯定是不行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同样可以兼顾环境保护 推广新制生产力 淘汰落后产能 只有绿色低碳可循环的产业 才是健康可持续的产业 这都需要司法系统 为生态发展保驾护航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侯家如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